某天瑞克在执行任务时 看到一片复苏的森林 她主动邀请Lisa去那里露营 Lisa欣然同意 隔天Lisa正兴高采烈地准备今天的约会 拿着瑞克这边接到明美的邀约电话 在考虑一阵后 她决定去见明美 当瑞克想要打电话告诉Lisa时 Lisa已经提前到达了约会地点 尽管等了一个多小时 但Lisa仍对这次约会充满期待 瑞克到达明美所在的城市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 明美乔装打扮了一番 接着她带瑞克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瑞克终于有点担心被放鸽子的Lisa Lisa则认为瑞克一定是有重要的事耽搁了 她就这样自我安慰着 随后明美送给瑞克一条围巾 以此感谢之前瑞克的救命之恩 瑞克表示非常喜欢 她会永远珍藏这件礼物 两人相谈甚欢 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这时林凯闯了近来 她告知明美有个新闻发布会需要她参加 可明美很强硬地表示自己不会去 林凯恼羞成怒 把水泼在了明美身上 瑞克本想出言制止 但离开让她别多管闲事 随后强行带走了明美 瑞克又一次觉得自己和明美不是一路人 当她在餐厅里借酒消除的时候 Lisa还在约会的地点默默等着她 她越来越担心 她害怕瑞克发生的意外 瑞克这边她终于决定回去找Lisa 然而机场发生了天顶星人暴乱 瑞克领危受命 驾驶军用机甲出战 在她的指挥下 所有的天顶星判军被制服 机场的暴乱也得以平息 瑞克内心不断祈祷 要是Lisa这都不恨我 那可真是奇迹了 Lisa等了整整一天 她决定再等最后十分钟 就在她要离开的时候 瑞克总算是出现了 她向Lisa解释 有个人急事不得不处理 Lisa一点没有抱怨 她默默走过去挽住瑞克说道 没关系 至少还可以一起散散步 两人走了一会儿 瑞克将围巾搭在Lisa身上 Lisa闻出了围巾上明美的香水味 她明白了瑞克所谓的急事是什么 Lisa伤心欲绝 她丢下瑞克独自离开 先是明美 现在又失去了Lisa 这让瑞克懊悔不已 明美在被林凯强行带走后 面对曾经热爱的舞台 台下热情的观众 她却不愿再拿起话筒演唱 她对台下的人们高呼 在我心碎时我唱不了 随后转身离开了舞台 演唱会只能不了了之 明美伤心地坐在海边 这是林凯来到她身后 明美以为堂哥会来安慰她 随着林凯只是来指责她自私 只顾自己的感受 让她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随后林凯表示自己要离开明美 并祝她能找到幸福 现在的林凯眉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 无助的眼泪从脸颊滑落 在之前瑞克经过的森林里 凯隆躲在这里招募叛逃的天顶新士兵 同时修复他们的太空战舰 不过由于缺乏使钱能量 战舰的反应楼无法工作 于是凯隆准备带队袭击人类工厂 夺取里面的使钱能量发动器 瑞克正在城里执行许诺任务 想起上次让丽莎伤了心 瑞克本想主动约她出来谈谈 可本该在岗位上的丽莎并没有来上班 瑞克觉得丽莎实在刻意回避她 这天是平安夜 自从临开走后 明美并没有变得快乐 也不想再唱歌了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可以做什么 在最寂寞的时候 明美所能想到的人只有瑞克 瑞克从新闻中得知了明美失踪的消息 就在她困惑的时候 明美来到了她家门口 看见瑞克后 悲伤的明美一头扎进瑞克怀中 随后瑞克把明美带到屋里 在听到明美的遭遇后 瑞克鼓励她不要消极 人们都喜欢像明美这样音乐方面的天才 在瑞克看来 唱歌就是明美的生命 可明美现在对唱歌已经提不起兴趣 就在两人出息长谈的时候 丽莎也趁着过节来看望瑞克 一个大型修罗场即将出现 明美祈求瑞克能够留下她 看着楚楚可怜的明美 瑞克答应了她 这些谈话被门外的丽莎听到 丽莎无法接受现实 她仿佛听见了内心破碎的声音 沉浸在悲伤中 克罗蒂亚并没有上前安慰 她知道丽莎现在只想一个人待会儿 这和在瑞克房间中熟睡的明美 形成鲜明对比 明美醒来后 看到在沙发上睡着的瑞克 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圣诞节当天 包括瑞克在内的许多人还处于放假状态 凯隆部队却不合时宜地袭击了人类工厂 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凯隆的部队在工厂中到处搜寻 埃克希多提醒格罗佛将军 凯隆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能量发动器 于是格罗佛下令 让所有变形战机飞往机器所在的区域 并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它 麦克斯夫妇带着中队和听底线人掌握激战 这些巨人非常骁勇 人类部队遭到重创 得知消息的瑞克在跟明美告别后 便驾驶着变形战机出击迎敌 此时凯隆已经成功得到了实现能量发动器 他命令部队开始撤离 同时他引爆了事先放在城中的炸弹 在大型战舰的接应下 凯隆部队全身而退 麦克斯尽管很不甘心 但也只能先回到城里帮忙灭火 虽然在瑞克等人的协助下 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可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 没人再想着如何过节 而只是庆幸能够死里逃生 人们在教堂外 用歌声缅怀灾难中逝去的人 也以此鼓励自己坚强地活下去 战斗结束后 瑞克质问Lisa为什么不尽早通知她 Lisa把昨晚的事告诉了她 两人沉默无言 这是太空堡垒上的灯光亮起 在五彩斑亮的灯光中 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 随后瑞克回到家里 焦急等待的明美看到她归来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接着两人一起享受着明美准备的圣诞大餐 在气氛的烘托下 两人稳在了一起 麦克罗斯传奇的故事也即将走向结局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